郭信兄同往主力鄉位到一宿七山 投款港町 總金費3.25億 中委委郭信兄的南岡社区 投款到港元國燒 道路證明投款到九共修 經過台交兩檔的時間 港町總議完港路 南岡管長 口修華 李華議員 馬文君 郭信兄 中区美林 甄町人 正回來參加通車政策電力 對面是有個勞力 有個領充 經過不到兩年的時間 郭信兄 杜一宿七山投款港町 已經順利完勝 南岡管長 口修華 選領國際的長官來賓 進行通車政策電力 請監裁 非常高興在我們4K到7K這一段 也已經順利的來開通了 總經費總共是3億多元 縣政府也配合了6千多萬的經費 從4K到7K這一段 總共是2.5公里左右 同時我們也改善了5個橋面 還有9個置紅池 包括5座的後車停的改善 我相信這個路段 我們現在把它拓寬成9米寬左右 會車是更加的方便 除了要感謝我們中央的馬委員 以及中央在經費上支持我們之外 未來我們還有最後的一段 我們希望呢 能夠再繼續的來獲得我們中央的支持 同一宿七山特款工廠 目前已經推電到港广國秀 未來立法委員媽文君 將全力進出中央的經費 協助推動同一宿七山全山特款 今天特款以後 相信對著 我們中國北山南港 他的發展和他的通行 都有很大的幫助 後面還有我們七公里 我相信我們的副管長 也會配合我們的秋美林鄉長 未來文君也會在中央 進出後秀的經費 我們希望全山這麼快的來幫助 同一宿七山特樓的幫助 擱董國姓鄉北山川 到南港川的發展 國姓鄉康美林 感謝管長立委進出經費建設 我們希望說後段 我們縣政府能夠繼續的在協助 把這個工程完成 當然我們公所這邊 也會全力的配合 土地的取得 以一些溝通協調 能夠盡速的把這一邊 後段的七公里能夠完成 讓我們國姓鄉 跟水里鄉能夠連結 然後讓我們整個 觀光旅遊線 能夠做成一個環狀的動線 顧管長表示 台北市七山第三階段特款計位 管府已經開始進行 選舉的卓業 欧修擁地出席 高通部的經費補助 既台馬立委 管府公所 共同來合作推動完成 既照環王昆插方報道